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那时候呢 其实我在大二的时候呢 就已经有这个想法说 要创业 然后就跟朋友去开了一家公司 专门搞这种活动策划的公司 前方在地面虚线出掉头 一拍死他好像我们 就说了超数加80%一个人 就是对啊 他自己说的本来算30人内 他不确定 没想到后面报名的是 去的39 40个人 然后另一方面呢 我为什么选择创业呢 其实也是因为考虑到我自己的家庭 因为在前面我也讲到 我是来自于农村 从小到大呢 经历的东西呢 都比较辛苦 而且呢 我父母呢 也是农民 一辈子都在农村 没有怎么走出来 而且呢 他们也很辛苦 也做的事情呢 也是比较辛苦 而且呢 所以呢 当时也是选择创业 因为创业呢 他至少说 有这样的一个机会 可能性 去改变你的原生 是你的房间吗 吧 酒间 对啊 好 你来洗一洗 你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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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吧 一干五楼 2020年这个疫情对我们这个影响很大 我们基本上是没有收入 但是我们很多的租金呀 很多的这个员工成本呢 还是在支付 所以这个东西呢 也是亏关了很多 也负债了很多 嗯 但是呢 我是笨的两个东西 一个是做这个事业 第二个是考虑到家庭 而另一方面呢 就是 我的家庭 你看至少我现在创业了 我走过来 让我的爸妈来到广州了 让我的妹妹成江起来 因为我妹妹现在在我公司 以前也是慢慢的一步一步 就把他们带起来成江起来 我是的 烘烘م 怎么收拌 我要拉好烫这个吗 老板 有你的口кой 要换我的手 没有了 看看 你丢旗 找个芦荣 才教练 小时候能一下买这么多鞋条吗 没有 所以现在就是想吃多少就买多少 也没有 本次不多的 我家里人很多 我一吃饭的话两三桌 而且小朋友也多 一人一个都不够 不用害羞 走回楼 走回我从天 哈哈哈哈 妈妈 经历啊 就是会不一样 他们的生活会不一样 而且跟我们这个相处也是不一样 有时候我们也能够 大家下午的时候 这里走走啊 那里吃吃啊 喝喝啊 南蛮也有挺多不一样的东西 所以他整个生活他就比较丰富 另外一个呢 另外一个呢 最重要 是他们这个坚持 是他们的执着 让我来读大学 让我成长 是很感谢 这个就基本上我的一个简单的一个经历 啊 我从那里都是这样子的 qualquer有一个接着 我可以给我们这个小朋友 我来吧 什么东西 我可以给你拿回来 我可以给你拿回来 我去看 我还可以给你拿回来 感谢观看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明镜